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在我的印象中,我並沒有聽過鬼說話 他們只是會用眼睛不斷的盯著你 然後或是從你的身旁穿過而已 他不會正面的想要跟你談什麼 這樣 他會很盼望你注意到他 所以他都是用一些行動 或是用他能夠有的方式去 就是我曾經看過在火車上一個小孩 但是那個小孩他就是光體 那我有點 然後是霧霧的那種心態 我就一直在想說 怪怪的這樣 那我就發現他到 每個人的位置上他都會去推推那個人 推推那個人 但是每個人都沒有反應這樣 一直到他要跑到我這裡來的時候我就禱告 我說主啊 心裡讓他跳過我 那他回頭看了我一眼之後就換到 他就去換推別人 他經過我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就是他 因為當他靠近我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是散散的 就不是一個很完整的人 所以我才確定說 真的那個就是一個 就是 可能就是一個鬼啦 反正他就是鬼就對了 在那邊這樣行走跟遊動 但是他並不會說話 他又想要找人玩 所以他不會有 他可能曾經想要發出聲音 他不是真的想要傷害人 就是他可能經過別人 但別人身體就會不舒服 就是他可能 穿過別人身體就會不舒服 但是他並不知道他這樣的事情會造成 就是所謂人家說什麼磁場不合之類的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記得那個鬼魂他本來就是氣 然後本來就帶有一些禮子 還有一些電 就是一些電啊跟禮子 就是照物理來說的話 對啊所以就有可能 這些情形影響人體本身 所以他們是可以直接 穿過人跟穿過物體的 對啊因為 他就是那個氣態的樣子 我看到他是氣的型態啦 就不一定是 那個真的很明顯的那種型態 但是我也看過就是兩顆眼睛 很明顯就是眼睛 之類的那種 就是很多種就對了 他沒有一定的樣子這樣 所以電影演的其實有 反正是其他的 對大概340%到560%的那個可信度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我比較常看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穿衣服嗎 有的有 有的有所以大部分 就是你會看到有色差啦 就是你會看到有色差 啊你有看過 就是你從色差去看 你從色差去看 你會發現他有的不是這個樣子 這樣 對啊 但是大部分出現的時候都不會是全身出現 就是 可能 某一些肢體出現之類的 都有可能啦 這樣 對 那大部分都是人的外型 還是也有動物 主要是人的外型比較多 我看到的是人的外型比較多 可能動物也有 只是我辨認不出來 對啊 他們是還不會到說影響我的生活 啊其實影響最嚴重的就是 就是 鬼壓床 對啊鬼壓床或是散步的時候啊 散步 因為他們出現的時間不一定是白天或是晚上 其實是沒有一定的 就是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我看到的時候 但那個時間就 我看到的時候 有可能是白天 然後有可能是在晚上 但是是別人看不到那個時候 這樣子 對 那我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會影響我睡不著啊 不能睡覺 不能考試 考試考不好 很生氣 不會告訴你答案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 不會到就是他的聲音我沒聽過啊 所以不會告訴我答案 然後在學校捉弄是 不至於啊 還沒有遇到過什麼 在學校被學校捉弄 然後可以看清同學心的話是 沒有這麼厲害 對 所以他們也知道說 你其實看得到他們 嗯 可能部分是知道的吧 我在猜 因為我媽媽是說 如果真的看得到 你要裝作沒看到 因為讓他們感覺你是看不到的 對 他們就不會來找你 對 就不會來煩你 那如果他們知道你是看得到 他可能就會來煩你這樣 不過在我得救之後 其實也有被附身過 得救之後 因為那一陣子是聚會不正常的時候 就是沒有禱告也沒有賭金的那個時光 然後正要恢復的過程 對 那時候被附身的時候就是 那時候被附身的時候其實就是 就是整個人都不大舒服 而且我整個人的連姿態啊 說話的方式啊 語氣啊 都會完全換了一個人 我很清楚是因為 那天剛好是一個讀金小組 然後我去山上接學生 那那座山他本身有一座公墓在那裡 那我本來是想說 欸我已經恢復了啊應該 因為剛恢復嘛 我想說欸就是在那個過程中 應該還好吧 反正我都已經住在姊妹子家啦 那是已經研究所發生的事情 我想說我已經住在姊妹子家啦 應該就沒事啊 然後晚上去接學生 回來回到會所開始讀金的時候 我只要讀 讀到或是聽到他們呼求主名 我就 坐不住 會想站起來 然後 還想要去罵人之類的 就是有很多種感覺 然後會一直想要抽菸啊 喝檳榔啊 吃檳榔啊 吃檳榔跟抽菸這樣 就是或是想要喝酒 就是諸如此類的 然後會有一些行動 跟我自己原本的行動不大一樣 然後就覺得非常 煩躁 然後就會一直要 呼求主名 可是那時候連呼求主名 都有點為難 但就是一直看著經文 一直看著經文 然後一直壓抑 到真的壓抑不住 我五分鐘之後壓抑不住 然後我就想起主耶穌趕櫃 是靠祷告趕櫃 奉主的名去趕櫃 所以我就走到那個會所的後院 很大聲的呼求主名 而且非常竭力的呼求 甚至在呼求過程中 跟主導 然後說 豬啊你要讓他離開我的身體 因為我是你的兒女 你必須要保守我的身體 不受攪擾 豬如此類 反正就很大聲 大聲到對面的住戶 都把窗戶打開 想要看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但大概過了半小時 然後就很清楚的感覺 整個人的負擔輕了 然後整個人清醒了 可是也淚談了 因為 導告是最操練靈的時候 就也淚談了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經歷趕櫃 才知道對 主趕櫃真的就是 必須要靠我們的靈 導告是為了操練我們的靈 讓我們的靈能夠 趕出裡面的這些惡鬼這樣 那身邊小孩的地方你怎麼沒有感覺 因為我是隱隱的出去啊 那時候我有跟服侍者講 然後服侍者說 不能讓人家知道 我就很小聲在我旁邊 我心想他很瘦委屈欸 然後我就 很可憐 然後我就 腦病快死了 我就趕快去後面這樣 對啊 所以服侍者 就是想辦法要維持 當時的現狀這樣 因為學生有很多啦 然後他們也沒有想到 我有這樣的體質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那時候會發生這種事這樣 所以操練琳真的很重要 導告跟操練琳很重要 和平共處看起來是沒有啊 沒有辦法和平共處 沒有就是你要裝作沒看見他 才能夠和平共處 小時候的印象是這樣 就是要裝作沒看見他 我是知道說 我阿公過世的時候 我有聽見我阿公跟我說再見 但是我沒有想到 那是我阿公的聲音 我只知道說 因為我正在鋼琴上寫我的作業 然後那時候就 在那個時間點 聽到阿公跟我說的聲音 就是我覺得那個聲音 是我阿公的聲音 我當下只覺得那個聲音 是我阿公的聲音 但我就在想說 可能我聽錯了這樣 那後來再去求證的時候 確實 其實也不用求證 因為過不多久 就家人就打電話 阿公在醫院過世 然後是多久之前 是剛好就是 我聽到那個聲音之前 一點點而已 這樣 然後就 對啊 就是 有聽到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可能 我還沒有遇到這麼 我還沒有那種 所謂人家那種厲害到 可以幫人家解決問題 對啊 只有我親人來跟我說再見 對啊 我阿公是雞童嘛 就我媽媽那時候得救 是家裡面第一個得救 她是偷偷得救的 但我媽媽得救也是有經歷住 她是經歷禱告才去受盡得救的這樣 那 那時候她就帶了聖經 放在家裡面 但她沒有 原本是想要收起來 但她那天忘記了 因為就家裡面都是拜拜的啊 就是 看到那種聖經可能 很敏感 對啊 那我媽媽的阿嬤 她本身只有 沒有讀書啦 就是最多人家從前 所有幼稚園 就是那種私塾 但也沒有讀到很高 大概就是幼稚園這個程度 就沒有再讀了 就開始做季童 所以 我的那個阿台 她是完全不認識字的 這樣 但是沒有想要說 她看到那個聖經的時候 她就跟我媽說 欸這個經書有發光 而且她是有神的 這本書是有神的書 你不要亂放 要收好 要寶貝這本書 所以我媽媽才確定說 她那時候 信對了神 她的受盡是對的 所以她就會在家人當中 想要去傳這個福音 就是也有跟我的阿姨傳 也有跟我的舅舅傳這樣 所以我的家人 媽媽這邊的家人 基本上 就是都聽過福音的 嗯 那我自己在陪 陪人禱告的時候 曾經跟一個福音朋友禱告 那個福音朋友她的體質 跟我是一樣 她也是會看到的 那她是跟我說 她說她在跟我禱告的時候 她為什麼會很願意跟我加聚會 因為她說她在跟我禱告的時候 她在禱告中 是可以看見光的 她覺得這是很特別的 就是她祈求神明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 有這樣的經歷 但是她禱告的時候 是會看見你金色的光出現 我就覺得她真的是 完全印證神就是光 而且金是附神的性情 對啊我就覺得喔 那時候在當學員的時候 開展有這樣的經歷 覺得也蠻特別的這樣 那我媽媽怎麼招呼 就是我媽媽她姓祖啊 對啊 所以她 她其實在 跟我們家的人 出去拜拜的時候 因為媽媽當時就是 比較受到逼迫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很直接的去到教會裡面 因為家人就是直接 嘲笑她 我媽媽是這樣講啦 但是 對啊但是 嗯 我也不知道這好不好 多說什麼 就是我媽媽是這樣講 她就遭受一些逼迫 所以她不合適 直接去教會 還是怎麼樣 這樣 但是她那時候就是 有任何問題 任何狀況 她還是會禱告 所以她 看見我們有這些情形 又沒有辦法 有其他挽救的機會的時候 她就會提醒我們說 就是禱告不求助 這樣 所以妳母親有這樣提示嗎 母親有 也有這樣提示 拿著手撩腳鎬 要來靠人 她是在麥當勞看到 她是在麥當勞看到 那我 我只知道說 那時候我跟我媽媽說 就是同樣的時間裡面 就 同一個地點同樣的時間 我跟我媽說我看到黑黑的人影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媽就說不要看他們 我媽就跟我說不要看他們 是 直到我們出去麥當勞 回到家 我媽才跟我說 因為那時候有七爺八爺在那裡 要抓人 她走向一個老公公 我是在那個老公公身旁附近看到 霧霧的黑黑的影子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全身不舒服 這樣 我就跟我媽說 有那種黑影在那裡 好怪喔 什麼的 我媽才跟我說 就是那一次是很明顯 兩個人都有看到這樣 那時候 媽媽為什麼會叫妳不要看他們 就是 不知道欸 我媽媽是說 就是她以前聽她的阿祖 就是聽她的阿嬤講說 只要這樣的人來 他們基本上 她不會隨便去 去抓別人還是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但是你也不要很明顯的 讓她知道你知道她 嗯 因為她就是偷偷來抓的 她是被派來抓的 嗯 照著我 阿台的講法是這樣 她是被派來抓 抓這些人這樣 然後 所以我媽媽才說 不要看她 因為是以前 她阿嬤這樣子講 阿我那時候小二 欸小一 小一 小一的時候 小學一年級 那她那時候 就是 所以說他們偷偷派來抓人 然後我意思就是 這些人 可能被他們抓走之後 就真的就 沒了 就斷氣 或怎麼樣 但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 當我們覺得那個黑黑烏烏的 我們就趕快走了 這個過程 後續怎麼樣 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沒有 也沒辦法去考證 但是我真的不行 我只知道那時候 我們知道黑黑烏烏的 但那時候也是差不多 然後我們要走的時候 所以就是 就是得救和 就是沒有得救的 就是 最大的差別是 次數會變少 然後 然後知道怎麼秘訣去對抗她 就是得救的時候 是看 得救之後就看不到了 是真的看不到了 嗯 除非真的身體很不舒服 還是什麼 才會覺得有那種 才會 因為 一面來說就是 因為我得救之後聚會 也沒有很穩定 就是 我基本上 都沒在聚會啦 講白點 我基本上都沒在聚會 我都只有靠著 禱告跟讀經 那我會讀經 是我媽媽提醒我要 禱告 我會讀經是因為 我爸爸跟我說 考試之前就是要讀經啊 你不讀經 你怎麼能讀書 就是 就是很奇妙這樣 所以我會讀經跟禱告是 源自於我父母親 會給我一些提醒 不是我去聚會來得主的 這樣 那我 我是在恢復之後 才正式的沒有看到 應該說就是 正式的連那種 所謂霧霧的都不會發現 這樣 那連感覺也都不會感覺 那我得救之前 是會看見比較清楚 就是可能那個人的型啊 那個人的樣子 那我得救之後是 就是霧霧的 或是說 身體很明顯的感到不舒服 就是頭暈頭痛想吐而行這樣子 對 那真的 恢復照會生活之後 就完全沒有 所以在 我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才知道 所謂的超戀靈 所謂的那個 我們裡面真的有一個靈 那個裝神之後 他還有一個 莫大的功用 就是叫我們 能夠 被他的 被神的生命靜透嘛 靜透之後 一直擴展到魂 擴展到體 那我們全人就是 完全的就是活在靈中 那才有 才真的有所謂的那種防禦能力 對 而且 就是一面我們可以 就是 如果完全隔離 就是要照會生物 對 真的 你要 我記得以前啊 我媽媽是跟我說 當你看得到這些人的時候 你要 跑到人多的地方 那這也是 我媽說她阿嬤講的 她說因為人越多的地方啊 就是 人氣越旺 所謂的人氣 人氣越旺 因為人氣越旺 她就不敢 放肆嘛 這樣 就是人的磁場 還是什麼 其實我不大清楚磁場 這一面 這一面我沒有特別去研究 但是就是人家說 什麼磁場啊 還是什麼的 就是會影響 所以她會怕 她會比較 不想要去接近 這樣 所以我媽也會提醒我說 你就要在人多的地方 要在人多的地方 不要 在那種陰暗的地方 不要在陰暗的角落 這樣 要在人多的地方 所以就是 為什麼招惠生活 可以隔絕 就是因為人多嘛 她們很冒了 自己本身 我們家 我的祖先就是劉備 所以那對我來說 有點像祭祖這樣 可是我也沒看過 就是對我 外婆來說她是神明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沒有什麼 對我 但是我不是說 不紀念我的祖先 就是我還是會尊重我的祖先 可是那種感覺就是不一樣 如果她是神 她就是真的 她真的就能夠 她基本上她就會在各種方式上顯現給我知道 但是 我的祖先沒有 哈哈 鬼壓床的時候 沒有辦法 因為我睡覺眼睛看不到 但聽可以聽到西西書的聲音 就是在我 寫的那個見證裡面 那個經歷裡面啊 其實 我為什麼知道她是很緊張起來 一面是我整個人鬆開了 另一面是 我聽見有人衝出去我房門口 然後 撞到椅子的聲音 我們家客廳椅子 對 我是聽見 因為我們家 那個客廳跟房間沒有很遠 就是還可以聽得見這樣 就知道她是很匆忙的起來 才會知道她是很匆忙的起來 這樣 所以大概可以 聽得見他們的走路啊 感覺得到 因為感覺到她在看你 或是怎麼樣 你會覺得 怪怪的 就會覺得一直有一個東西在你旁邊盯著 然後想說到底在幹嘛 然後很緊張的感覺 而且我是突然清醒 對啊 然後就不能動 然後再來呼求主名的時候 沒有辦法看見 因為 因為我在睡覺 呵 就是眼睛是那種張開的 所以沒辦法看見 那時候被鬼壓的時候 眼睛是閉起來的 所以沒辦法看見 但就只能感覺這樣而已 我到了研究所 畢業的時候 我有一次經歷 是叫我 可以很明確知道說 鬼壓床跟所謂我當時查到的那個 什麼 肋癱瘓症 就是睡眠上被全身不出那個肋癱瘓症的那個差異 我那時候是研究所畢業之後 研究所畢業之前啦 不是畢業之後 畢業之前是壓力很大 有一天我睡覺的時候 睡到我全身麻痹 然後我又不難呼吸 我當下以為說我是 又被壓來這樣 我想說怎麼可能我都過照會生活還被壓 可是 那時候我就很明顯發現我沒辦法呼吸 我就沒辦法呼吸 然後我一直想要動我的身體 因為我的意識還是清醒的 我就可以知道植物人多痛苦 但是植物人還沒有到不能呼吸 但是我那時候是連呼吸都沒有辦法 然後是很 大概掙扎了一陣子 我一直在掙扎 因為我的腦筋去掙扎 我不知道那是 我不知道是觸動哪一條神經 去讓身體想辦法動就對了 反正有動血液有幾處有癢 上腦袋就會有機會 就是動得了全身的器官這樣 所以我就一直想辦法動 一直想辦法動 然後那時候真的可以呼吸的時候 然後 我不知道壓多久 我不知道那個癢瘓的時間多久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直到我可以呼吸 我當下醒來之後 我就知道跟我小時候那個經歷是不一樣 就是我會的癢瘓跟那個真的不一樣 那個癢瘓可能還會影響呼吸 可是被鬼壓是不會影響呼吸的 對 對 好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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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67 適合 呼求主名的時候被押的更新 也有過 然後就是 可是那時候是很害怕的呼求 就是一直想要把他趕走 可是又很害怕 就是跟那一次 就是我見證到寫道那一次 的那個呼求不大一樣 見證到寫道那一次就是完全 想到我趕快說 主耶穌很大聲的呼求 就是很用力的去呼求 但是那一次被押的時候是 是很小聲的 就是有點害怕的 那個是 那是在那個經歷之前的事情 就很小聲 很小聲 然後就把我媽媽 還有我爸爸告訴我的所有的什麼什麼 號啊 什麼通通都把他唸過一遍 沒有用 一直到後來我就跟主說 主耶穌你是真神要用你的權柄把他趕走 就是一直到我很用力去呼求的時候 心裡面很用力呼求的時候才真的有這個 他才真的離開 他才真正的離開 就是 再去回想就覺得真的 就是我們要憑著信心去呼求主的名 才會真實的運用那個權柄 如果我們沒有 用那個信心去呼求主名的話 就算我們知道這個名是可以用的 但是沒有使用出 所謂這個國度裡的權柄 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是憑靠著信心一起 才會有連帶的結果 我們知道這個名是它 是很期待的 就是在這句話 我為了 使用這個名是 我看他們最新的orglease 它 也可以找來 那一塊 他們 這塊 他們 我們不是用來 有的 我 那塊